好了,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在說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來源 或者起源都有點不同 所以這裡就牽涉到所謂文化民族的接觸 因為中國文化或者西方文化 是怎樣一路演變過來的 就和民族文化的接觸是有關的 人類文化的接觸有幾種可能性 即是怎樣接觸法 有可能是比較低級的文化 或者比較野蠻的民族文化 接觸一些比較高級的文化 又或者是兩種文化的水平是接近的 兩種都是相近高度文化的民族互相接觸 可能是有這樣的情況 這些是不同情況出現的 如果當一個比較野蠻的民族 或者一個比較低級的文化 那個民族 接觸到一個比較高級文化的民族的時候 應該是會有一個奇無向往的心 想向往一個比較高級的文化 一個比較低級的文化 接觸到一個比較高級的文化的時候 會有一個奇無向往的心 會有一個比較高級的文化 會有一個比較高級的文化 即是在近代中西文化接觸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也會看到這種現象 中國人會看到西方文化 覺得他們好像某些方面是比較高級的 這樣就很想學這種比較高級的文化 有種奇無向往的心 這種就是所謂的兩種文化 如果它的程度不同的時候 這樣就比較低級的文化 對於比較高級的文化 會有種奇無向往的心 這樣比較高級的文化 這個民族 很多時候這個時候 就會有一種比較自覺的高卓感 有種高卓感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其中一種情況 就是兩個文化接觸 一個低級一點 一個高級一點 兩種文化接觸的時候出現的情況 就會這樣 但是如果 那兩種文化的高度 大約是相等的 大約是相等的 這樣這兩個不同的文化民族 互相接觸的時候 根據人性的要求 人性會要求求知 以及要求融和統一 要求融和統一 其實也一定會向上升 文化水平會向上升 所以就會容易形成一個更高的文化理念 而要求將兩種文化融和統一 而要求將兩種文化融和統一 其實也是會的 所以 無論是 低級文化接觸高級文化 或者兩個高度差不多的文化 互相接觸 也好 其實也是可以令到人的精神向上提高 向上霧起超升 那麼兩個民族文化的接觸 可以純粹出自一個民族精神的要求 即是在一個民族裡面 你有一個文化精神 或者民族的精神 你是很想提升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水平 有種這樣的自覺的要求 是可以的 這個 很想學多些東西 很想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 這個就是所謂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的要求 但另外一方面 也很有可能 是跟這個實際的利害形勢混在一起 是由這個實際的利害形勢 促成兩個文化的接觸 即是那個文化接觸 未必是一個民族想去了解另外一個民族的文化 但是呢 就因為這個實際的利害衝突 而被迫要去接觸 很多時候都變成這樣 那麼 譬如這個 由戰爭或者商業需要為主 而造成的文化接觸 很多時候就是這種所謂 由實際的利害形勢而促成 實際的利害而促成 實際的利害而促成 那麼戰爭 通過戰爭來接觸 很明顯 就是這個一定有利害形勢 這個 被打和打人 是一個所謂的精神要求 真是一個實際的利害衝突 就算是商業也好 商業做生意 很多時候都會想去 賺取別人的利益 都是屬於一種利害形勢的接觸來的 這個 這個未必就是想要利益的 其實就不是想學別人的文化的 這樣 由戰爭所造成的文化接觸 例如 戰爭之後 兩個民族 各自歸還去自己的地方 這樣 就因為你曾經接觸過別人 那就學了多些東西 回到自己的國家那裏 這樣 那這兩種文化的接觸呢 很多時候就是會掠奪對方的人 來做奴隸 帶回到自己的國家 帶回到自己的國家 這是其中一種 另外就是 會拿去別人的某些的物質 某些的文物 拿回到自己的國家 所以 很多時候就是增加了兩個民族 除了奴隸之外 就是增加了這個文物的交換 當然 也同時會帶來一些思想觀念 回到自己的國家 所以 就會有一些思想觀念的交流 不過 目的就不是 因為想做這個思想觀念的交流 目的其實就是想要一些利益的 所以這個交流 主要就是拿對方的文物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不過這個交流 你拿到的都可能是對方的文物 或者你都可以拿到一些思想觀念 但是你拿不到對方的人群 即是你打完仗回去 你不是把整個國家的國民 拿走了 只是拿到一些文物 或者最多就是拿到 他們的思想觀念 這樣 所以 這種交流 只是拿到 文物 思想觀念 而不是人群 就是把文物 思想 和實際的人群 做一個分離 這種接觸 很多時候就會把文物 思想 和實際的人群 作出一個分離 這樣 所以 表現出來的 很多時候是一些抽象的精神 因為它和實際的人群 作出分離 所以這個 兩個民族之間 一方面 雖然有文化交流 但另一方面 仍然有互相戰爭 而增強實際生活的 敵對意識 敵對意識 因為通過戰爭 通常通過戰爭來接觸 無論如何都會在實際生活中 有敵對意識 所以 如果戰爭的結果 其中一方面 成為被征服者 另一方面 就是所謂征服者 如果他們居住在同一個地方 在戰爭之後 就會很容易形成一個階級社會 形成階級社會 形成階級社會 出現了一個所謂 統治階級 以及被統治階級 兩者之間 就是有一種敵對意識 在裡面 這個 如果被征服的是 一些比較野蠻的文化 或者比較低級的文化 就會令到 比較高級的文化 如果不屈服在征服者的文化下 在現實生活中 他因為 無可反抗 因為已經是打輸了仗 無法反抗 但是他又不想屈服在別人的文化下 他的精神 只可以寄託在一些超現實的宗教裡面 這樣就會出現一些宗教 所以西方學者 歷史學者 湯恩比 這樣就認為 這個就是所謂 內部無權的人 為什麼比較容易相信宗教的原因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解釋 為什麼 無權的人 打輸了仗 無權的人 會比較容易相信宗教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現實生活不能反抗 精神上 寄託在一些超現實的宗教裡面 相反 一些被征服的人 有些雖然是他們比較 文化比較低級 或者相對地比較野蠻的民族 但是他在文化上 是願意屈服的 願意屈服的 他覺得別人的 征服者的文化 真的是高級一點 認為這些征服者的文化 比較高級一點 比較神聖一點 他是可以用一個超越的眼光 來看待這些比較高級的文化 就是他如果是願意屈服的 那些被征服者 如果願意屈服 那麼他可以視這些比較高級的 征服者的文化 為一些比較神聖的文化 另外如果 征服者是一些低級的文化的人 是野蠻人 這個是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征服者的水平比較低 是野蠻人 就是他們很打 他們沒有文化 但是很打 這樣水平不是很高 但是他們打贏了 這些野蠻人 征服一些比較高級文化的人 這樣呢 通常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會有很殘酷的殺戮 就是他們打贏 最後就是殺了他們 殺戮 但是他會留下那些文化 實體的文化 例如留下一些文字 留下一些文物 所以這些野蠻人的後代子孫 看到一些高級文化的人 遺留下來的一些文物 文化文字 這樣呢 慢慢他們也會發現他的價值 這樣他們會想到 這些後代子孫會想到 這些這樣的文化 照計不是他們這些 比較低級文化的祖先 是能夠自己創造出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 會用一個比較自然地 用一些比較超越的眼光來看 會出現一種向上其霧 向往的心 這個呢 也是有理由的 有理由的 有可能的 好了 至於商業的接觸 剛才說過戰爭的接觸 商業的接觸 由商業需要 而導致的文化接觸 其實是不會增加兩個民族的敵對意識 商業是做生意的 通過做生意來對一個文化接觸 我們現代社會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照計不會增加兩個民族的敵對意識 增加了什麼呢 就是增加了兩個民族 互相利用的意識 大家互相利用 大家賺取各自的所需 一種互相利用的意識 很多時候呢 總是想賺取利益 賺取利益 想以小換大 即是以小換多 這樣就是賺取利益的意思 希望由小利而得到大利 這種心態呢 我們可以說是人自覺自私心 和自我中心觀念所引發出來的 亦都是人一種原始 向外向上追求的一種生活理想 即是呢 這種商業想得到利益 這種心態呢 這種意識呢 可以說是一種自私心 不過呢 現代的經濟學講法 這種自私心不是一種壞的想法 這種自私心 自我中心觀念呢 是人的一種原始的一種要求 這個呢 反而是會令到人 向上 向外 追求一些理想的生活 人之常情 就是由這個商業交易 而得到新的貨物 新的文化物 這樣呢 人之常情是怎樣呢 就是會 你模仿這些新的東西 模仿它 仿效它來製造 因為你見到通過商業 得到一些新的東西 你其實呢 覺得這些東西很好 很正 那你呢 人之常情就是會 想說我怎樣才可以 做得到這些東西出來呢 如果我們都做得到這些 這些事物出來呢 這麼好的文化物 這麼好的貨物 我們都做得到就好了 這樣 這樣就 很想去仿效製造 有個這樣的心 當然了 這個 初初未學過 這樣當然未必做到的 製造會不成功 不成功呢 亦都會生出一個 善慕的心 他們真是好 為什麼他們這麼聰明 可以做得到的呢 那我們就要知道了 這個仿效製造的心 或者這個善慕的心 對象是一些在遠方的人 那些人 譬如我們這個善慕西方文化 這個 當時這個中國人 善慕西方文化 覺得他們的科技很好 船肩炮離 那樣呢 但是他們很遠的嘛 不是在中國的嘛 是遠方的人來的嘛 那我們會有一種善慕的心情 這個 那對象就是一些遠方的人 他們覺得他們的心靈技巧很好 善慕之情 變成我們也有一個向外 向客觀外在的精神 而生出一個奇無向往的心 因為這些人是一些 客觀外在很遠的精神 那我們就是向著這些 客觀外在的精神 而生出一個奇無向往的心 同時這種呢 亦都是一種 向外 向上 的精神 亦都是一種 向外 向上 的精神 但是商業交易所得到的 很多時候呢 就是一種 貨物 或者叫做文化物 這個 在說文化價值的時候 就是文化物 那這種 奇無向往的心跡呢 其實呢 就環繞著這個 貨物 和這個文化物 就是通過商業交易 的接觸 那個 文化 所謂的學習文化 概念是怎樣呢 就是很多時候呢 就是有這個 要有這個 奇無向往的心 但是這個奇無向往的心 很多時候呢 就是會環繞著這個貨物 或者這個文化物 由這裡而去想到 遠方的人 譬如遠的西方的人 如何製造出 這些科技的產品呢 去想像 遠方的人 想像一下 他們如何製造出來 這樣呢 就會要求 看看怎樣可以仿效 然後呢 嘗試去超越它 中國人呢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種要求 看到 訪效 然後想說超越它 這個時候呢 人的心思就會超出這個貨物 這個文化物 即是商業交易的時候 原本呢 就只是環繞著這個貨物 和文化物 你的精神 但是慢慢呢 你的心思就會超出這個貨物 超出這個文化物本身 去到遠方的人的精神那裡 這樣呢 這樣呢 這些 如果人的心思 是要超出這個貨物 和文化物本身呢 很多時候呢 就再不是一些 具體的實物了 而是依靠一些 比較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思維 所以呢 就是所謂 容易形成 這個營商和概念的意識 在商業上獲得利益 商業當然要追求利益 總是想要獲得利益的時候 那就要擅長交易 要擅長交易 這個 怎樣擅長交易呢 就是呢 你所販賣的貨物呢 一定是要別人喜歡的 你所販賣的貨物別人喜歡 別人肯跟你買 那你才可以由他身上獲得利益 這個就叫做善於交易 那就是要令到別人喜歡 這個意思 英國哲學家 懷特海在《理念的探險》 那本書裡 曾經說過 文化的傳播 很多時候是 靠壓迫 或者靠說服 即是呢 兩種方式的 文化傳播 是靠壓迫 打仗 壓迫 很明顯 但是呢 如果你是靠商業 你交易 來做一個接觸 那你就很多時候 因為你要別人喜歡你的物品 所以你就要說服了 所以呢 如果是文化傳播是靠壓迫的 壓迫靠的就是武力 但是如果你的文化傳播 靠的是說服 那說服要靠的是什麼呢 就是理性 你要說服人 你就是由理性上去說服人 所以靠的是理性 商業上 講交易 就是開啟人 著重用理性去說服其他人 令到人心悅成福 令到他有興趣去購買 你那些貨物 那這個就需要一種理性的說服了 那阿懷特海這種說法都頗有理趣 但是呢 他這種說法用來講商業 就忽視了一個事實 就是西方近代 很多時候其實是用武力來支持商業 事實上 很多時候西方近代西方歷史裡面 西方的國家是用武力來支持商業 就不是真的說純粹靠說服 靠理性來支持 所以這個呢 事實上呢 就是這樣 那這種呢 這方面呢 有些人說商業的得失關鍵呢 是交易裡面 對方的心 這樣呢 他作出一個最後的決定 買還是不買 這就是所謂商業的決定 這樣 於是在商業裡面 這方面呢 很多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因為最後 你一定呢 就要 那個關鍵是在於你買還是不買 所以最後很多時候呢 就容易出現一個呢 所謂患得患失的心 這個你幫不幫取 就要賭一批 這個 買還是不買 這樣 那樣就 這樣就 那那個 那樣的得失之間呢 就出現一個所謂患得患失的心 那這種商業裡面的患得患失的心呢 也都容易呢 和這個外面的所謂 神的宗教 那個意識呢 作出結合的 這個 在患得患失的心裡面 很多時候呢 有些人想追求一些依靠、指引 跟有神的宗教的意识作出结合 商业都会跟宗教相关 所以两个民族的文化接触 我们现在的说法是 无论你是由战争促成 或者是由商业的需要促成 其实都可以增加人的精神 一种向上或者向外活动的趋向 令人的精神向上向外活动 向上向外活动就是容易令人 更容易相信一个超越于我之外的理想对象 不过除此之外 亦都会增加人的精神 精神境界或者是神的存在 所以为什么这会容易跟宗教意识结合呢 就是这种向上向外的趋向 令人的精神向外向上的趋向 令人的精神向外向上的趋向 容易令人跟宗教意识结合 会相信一个超越于我之外的神的存在 不过除此之外 亦都会增强人的敌对精神 自私心 自我忠心观念 以及着重抽象的观念 刚才也解释过 战争或者商业里面 都会增加这种敌对精神 自私心 自我忠心观念 也容易形成一些抽象的观念 近代西方文化 之前说过 就是由无数的民族战争 由商业关系的文化接触而形成 即是两种 一是战争 一是商业接触 由这两种文化接触而形成 所以这个特别有 一种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 所以西方文化相对地 是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 是比较重 比较强的 亦都着重 尊重 个体的自由意志精神 亦都着重 概念分解的理性活动精神 即是由战争和商业 而形成的文化接触 相对地是比较着重 向外向上的超越精神 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精神 以及概念分解的理性精神 所以西方文化 我们看到是比较着重这些精神 由西方文化发展史来看 就知道希腊土地贫積 农业是不足以为生的 所以他们的民族 一早已经从事这个商业活动 文化的兴起 希腊文化的兴起 也是由商业活动开始 希腊文化 继承了爱琴文化 巴比伦文化 巴比伦文化 埃琴文化 埃琴文化 而形成 之前说过 这个 埃琴海的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 也很出名 在地中海的中间 是希腊的第一大岛 也是埃琴海里面最大的岛 这个岛 原本也是从事商业活动的 所以希腊文化 既然包括爱琴文化 爱琴海的文化 就是从事商业活动 希腊后来和波斯战争 接触到其他的东方文化 所以希腊又有科学 哲学 不同的思想 这些都可以说是由殖民地开始 所以我们由这里可以知道 希腊人的科学哲学智慧 最初出现 他的光辉 因为通过战争和商业 来接触其他文化 所以他的光辉 就是向外照射 这个 殖民地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不负责实际社会政治上的责任 这样就是 比较喜欢 仰观苦察 一些自然事物 出现惊奇的意念 接着就去想 惊奇 惊讶之后 就出现了所谓自然哲学 这些希腊的几何学 就是源于埃及 而埃及的几何学 原本是很实际的 原本是用来测量土地的 是一些实际的技术 但是埃及人测量土地 这些这样的事 对于希腊人来说 是一些很生疏遥远的事 是不关于生活同样的事 因为希腊人 这个 学习 这些是不负责实际的生活 只是用来在思想上 研究一下这个几何学 希腊人心目中 是没有这个几何学的实际应用需要 几何图形 纯粹是理想里面的对象 是一个纯粹求知心所寄托的对象 然后再运用人的纯粹理性推论 纯粹理论性地说出希腊的几何学 于是出现一种理论的希腊几何学 和实际不是很相关的 关于希腊的数学和商业相关的说法 柏格森有些说法 这个就不说了 下次再跟大家说 今天暂时就先讲到这里 下次再继续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文化的接触 是如何出现的问题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